把握當下他不是用所謂你 這種攀岩父會推測的 而是平靜的心 隨著這所有的一步一步發生 在這裡面 用當下最完整的清淨心 把自己推上去 把自己推上去 不預期會有什麼走向 也不擔憂 很多人在空觀假觀 在空轉假的時候 他會產生很多莫名其妙的幻覺 其實那又是世間習氣了 你過去是在世俗的我執 什麼都要 什麼都攀 什麼都黏浮 那當你進入空觀之後 你發現你住在空裡面 有自己以為空的體驗 當你知道這些空的體驗跟這些想法 你應該再走出來 要進入假觀的時候 又會習慣性的回到最初最初的幻想 可是不一樣 過去的幻想與我有關 現在的幻想與道業有關 與道業有關 就變成極攻雷德 利益大眾 這個時候的道業有關的那種攀緣心 看起來是不是很慈悲 那很微脆的啊 那很微脆 不扎實 所以做任何事的時候 他變成就很多很多想法 有想法沒辦法 其實從空觀初 要進入假觀行菩薩道的時候 他就是你老老實實的辦法就好了 不要空想辦法 那在這個空甲空甲 一寸一寸一點點一點點 一點點一點的大悲菩薩行 這個地方就實修了 就真實地去完成 這樣知道 當然這裡 這個可能距離同學 有的同學距離還有一點距離 有的同學已經踏上了 就知道 原來這個時候在產生很多 對於期待性的東西 是虛幻不扎實 因為所有的眾生 沒有一個人可以受你掌控 你也不一定能夠一手遮天 今天世尊所戴的僧团 釋迦牟尼佛2500多年前的僧团 依然有是是非非每天產生 難道世尊戴的僧团 我剃了你的頭 你難道就馬上沒有邪思邪想 你的行為馬上正確 馬上大家大發菩提心 就是另外一個佛的你 我把成就的果位直接轉介給你 可能嗎 所以在這個佛陀在帶身團的時候 一樣是在出家眾身眾裡面 他們自己根據自己的發心自己的點 自己要修行的慢慢慢慢去往前 是不是整體提升 就是這樣 那你在行菩薩道的時候千萬不要有很奇怪很奇怪的幻想 那麼最早跟我有關係的幻想 現在變成跟所有人有關係的妄想 那是叫犯天 那個是虛幻不實的 虛幻不實這樣知道 他本身就要包括平等 不期待 當下了解他因緣果 他是因緣果但不期待 這才能夠真實的去執行他 所以每個人發心的時候 當然他轉出菩薩道的時候 世尊都叫我們要似弘誓願 眾生無邊誓願度 然後一陣子之後就想著怎麼可能度得完 他永遠那個時候就眾生無邊誓願度 那個信念發到無量無邊 可是 一個都堵不起來了 所以要退回去 因為什麼 文雞幾分了太大量 但是世尊說眾生無邊誓願度是沒有錯的 意思說你的意願是飽滿的 可是他沒有叫你說你的意願飽滿的時候 馬上所有的人都堵起來 地中王菩薩也沒說他那麼厲害了 世尊也沒說他那麼厲害了 對不對 他還跟地藏講 滅度之後地藏地藏 在彌勒為世間成佛之前 你就要好好度化這些南調府的眾生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發菩提心是 發菩提心我的意願是都飽滿 可是這個是我的意願變一切了 我的法身變一切 但是我在做的時候是不是現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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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阿不然現前一切 倒到你這六三六用 我要來倒比較多人 沒有一開頭就沒有二 沒有二就沒有三 路是從前面的這一步開始走的 你不是一下就 你你知道自己有半天做着 這樣知道 雖然 steht 這樣知道 所以修行要老實 你發菩提心之後就是老實 不要發一個好大的心 以為自己能力無限 對不起 這句話不是我們可以說的 事真都有講 十四有十四難 他不會回答的 那我們在修行裡面 當然會碰到性空相空 體性上是不是性空 相狀上就稱相空 所以物質上來講 你要不局限 這個沒有分別記久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能夠在 心色二法裡面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體悟 修行式先建立概念之後 體悟之後 實踐於生命的現場 如果這個實踐的功夫沒有 那麼 修行是假的 在前天我們道場裡面有一個年輕的師父 他跟我講說 硬可師父我覺得你很奇怪 我很奇怪 我說我很奇怪 謝謝指教請說 要是我是你 我就拆了給他走啊 你幹嘛 流流到我們路啊 讓我們路理啊 聽懂嗎 我覺得這樣太辛苦 如果我絕對沒有做這種事 我說謝謝指教 治療漢 他說那 不對啦 我不是治療 我的意思是說 我就坐好去啊 我來的時候 八項成道 我說喔 你用調的 自己的心靜 你只能夠 來看 我的心靜 要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